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学革命 大学祭奏 人物与思潮 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在北京学生外国民主运动 也是疑风逆族的中国新文化运动 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育并爆的时代 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 最近已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美 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堂 配合中共的权统治 顺化劳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 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 配上中文字幕 九月一日起逢星期一四 晚上七点钟 在MyRadioYouTube频道播出 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 收听和付费支持 谢谢大家 好 回到第二节 讲香港问题 李家超这段时间经常讲抢人才 我们又看到一个新闻 居英权的移居签证 这个计划推出之后 英国内政部的数据就显示了 有38,600人在18岁以下 申请BNO的移居签证 占了大约三分之一 第二就是 第二多的申请年齡的早据 就是35至44岁 申请人数大概是32,600人 第三多就是45至54 申请人数大概是27,800人 截至今年6月 总共有133,124人 获批有关签证 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不是说笑 有些是拿了BNO去 在读书 或者在做事 可能那时候没有申请 移居签证 可能要后办也未定 我不知道 但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你走的那些是什么人呢 看他年龄 18岁以下的最多人 等于 这些是我们经常说的 搞国民教育也好 我们小老师 青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喂 你新陈代謝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换救人 在社会里面 现在所谓的社会上 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教育 那些掌权的人 喂 就死了 你一直要靠后面的人上来的 一个反送中运动 你抓了一万多人 全部都是大学生、中学生 很多都是读得书的 好了 整个国安法来 那些人移民 英国中门大开 方便到不得了 5加1 有这个BNO的签证 即是移民签证 喂 你97年前出生 可以拿BNO 是吧 又过了期 又可以续期 方便到不得了 电脑在网上就全部可以搞 是吧 接着来 就对一个这样的计划 5加1 是吧 你可以申请进入英国 或者逗留在英国 最初为期30个月 住门30个月 再延长30个月 即是先申请两年半 再逐期两年半 是吧 或者一次过五年 住门五年 期间 连续12个月 未曾在英国境外逗留 超过180天 兼且没有犯罪记录 以及在经济上 能够自给自足 那接着那一年 就可以申请在英国 无限期逗留 是吧 好了 拿了这个所谓 就是indeferent leave to remain ILR 之后12个月 你就可以申请英国国籍 英国政府 在今年2月 宣布再放宽 BNO申请 1997年7月 一日出生的香港居民 只要父母一方 其中一方 持有BNO的资格 就可以独立申请 在今年 即是这个月 的30号 开始生效 真是中门大开 有一件事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留意到 有个废柴 有个废佬 有个废佬 天天在Facebook打飞机 就唱衰英国 这个吴家产的名字叫做梁振英 天天都唱衰英国 因为有太多人去英国 英国的房子也不好住 英国的生活条件也很差 英国的样用也不好 在那里笑 那些人去英国 你看现在有多少人去 英国起码做一件好事 他把香港给了共产党 在道德上已经很有问题了 那时候BNO就是British No 英国海外公民护照 这个叫British No 我是不要的 我告诉你 那时候很有民族主义器 老土英国人 现在 18岁以下38,600人 那些是未来主人翁 你其他那些 35至44岁 很多可能是专业人士 那些中产阶级 有几个小孩 或者两个小孩 一个读小学 一个刚刚读初中 酒隔不休息 还留在香港 让你去和他洗脑 又国民教育 又唱国歌 又升旗 升旗 不记得起床 又要被学校罚你 趕你离开学校三天 他说好过被你被国安法控告 疯了 那还不走 稍微有理性良知 那些 还有 现在香港那些 万岁不离口 背后就偷偷走 那些亲建制的那些 亲政府的那些 亲共的那些 万岁不离口 背后就偷偷走 是吧 酒隔不偷 他自己不走 就把家人全都推走 是吧 就算未能走 那些子女全都在读国际学校 是吧 香港全都散了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这里抢人才 是吧 抢什么人才啊 除了英国 加拿大 又是中门大开 是吧 为什么这些 西方国家会这样 是吧 譬如他的救生艇计划 现在很多人申请 不是有两个 一个是SWIM A 一个是SWIM B 是吧 就是 各个OWP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 有香港护士 或者BNO人士 就是 过去五年内毕业 取得加拿大 是同体外国证书专上学位 至少两年制专上文憑 或者不少一年研究证书 就可以申请合法临时居留身份 在加拿大工作为期三年 而且没有任何公众限制 另外 SWIM A和SWIM B就是什么呢 留学移民就叫做SWIM A 工作移民就是SWIM B 就是加拿大政府为香港人 提供一个门栏很低的 永久居留的途径 在加拿大毕业的香港留学生 可以直接申请SWIM A 即是在加拿大毕业的香港留学生 就已经在那里可以直接申请 SWIM B就要求申请人 在加拿大境内拥有一年的工作经验 这个是工作移民 因为这个Open Work Permit的计划 可以满足SWIM B申请的条件 有很多人就会搞错了 但是不重要 这个又是中门大开 不要说澳洲和西兰还有其他国家 美国 美国有一个可以住18个月的 就是用B1、B2签证 你慢慢想好它 在读书那些就最好了 所以说到这里 不得不在台湾外 我现在就要批判民进党政府 你现在在排港 你现在连观光旅游 你都不让香港人个人游入 还要人家组团 五个人去旅行团 现在旅行社会告诉我 我去问 打电话 他现在的计划 我都不知道 怎么办 怎么叫五人组团 现在是排港 我去年港的时候 很多人骂我 包括在这里 那帮香港契弟 包括那些卖港财 在这里的桑普 这是卖港财 你骗了香港人很多钱 在这里救香港人 我现在找人在查 查到我爆你内幕 你快点交钱出来 你快点交钱 你快点交钱 你可以出来澄清 吃人血饭 吃到老门腸肥 在这里 从来不为香港人说话 有些人说 你搞错了 他帮很多香港人手 喂 你拿了钱 你不断做 你做几单出来 帮很多香港人手 所以我们香港有些贱种 还有沈玉飞 你真是厉害在这里 跟文俊多关系 很多不得了 在大学里面 整个研究所给他 那又怎样 你帮过香港人 有些人说 他有批准你 批准我 没所谓 他说我 有没有帮过香港人 我有没有帮过我 要跟你说 你真是吃屎 所以这帮正契弟 我告诉你 所以大家有没有留意 我从来不会和这帮人 有什么来往 我是兜口兜面 这陆委会的人 我告诉你 我和我吃饭的时候 我都会把自己的一笔 全部都说出来 不像你们那些继帝 香港人快点走 一定要收留你的 什么叫收留 人家在投资的 你要收留那些 要政治庇护那些 你又没有政治庇护 是不是 你没有难民法 你用一些专案 但是那些专业移民 投资移民 真的很凄凉 在这里 你没有政治庇护 就说这里读书的 那些学生好了 读完四年之后 你要找到一份工 是不是 接着第四年 还是第五年 就要拿到最低工资的 就是双倍 那你才可以申请在那里定居 你看别人这些 写得清清楚楚的 包括BNO 加拿大这些 救生艇计划 是不是 还说同民同种 今天香港明日台湾 选举的时候 就说这些东西 这些全部是贱人 我告诉你 这些搞政治在台湾这些 台湾人就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 台湾搞政治这些人就是这样的 你留意一下新闻看看 一道选举全部丧失人性 抹黑抹红 什么都齐 生安白做 发动网军 真的 在那里做假新闻 做图做假图 真是 战都无论 现在你执政是恶过老虎 行政院长可以喝那些 立法委员的 你质讯他 他会喝你的 天天的总统都落区助选 那你不用上班的 真是 他在这里看到这些 我一定是说的 我告诉你 不吐不快 我确实要说 说起这些 你看看 加拿大也好 英国也好 人家没有国家安全问题 只是你台湾有国家安全问题 什么道理 你现在边境全部都开了 所有的免签证 那些可以进来 又不用隔离 接着要签证那些 又可以进来 唯独说香港澳门 大陆就不让你来 大陆不让你来 我还觉得 都可以理解 你现在要抗中 香港也不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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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办 台湾还有办事处 在香港 台湾办 是没有了官员 那你设办事处 来托 是不是 我说这个 其实 我说这个 港人申请BNO移居 签证十八岁以下 签三分之一 你想起 喂 你现在学校也收不够学生 是吧 你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你就是把大陆的人搬过来 干手净脚 收身不足 是吧 一个就是因为小子化 是吧 一个就是移民潮 是吧 香港那些校长 基本上是很清楚的 一直是这样熟办 是吧 小学熟办 中学就要熟办 接着大学就收不够学生 所以现在香港那些 所谓的 就是私立大学 真的是大王 是吧 好了 李家超就说 我们要抢人才 你说要抢人才 就是说你也没有办法 不面对香港的人口外移 是吧 人才外流 资金外流 是吧 要抢人才 他抢人才的方法很好笑 就是啊 在他施政报告里面 上次我们就没有去仔细说 叫做抢企业抢人才 要拿把枪去抢吧 不如 那就说 这个营商和人才签证的优惠措施 有很多项目 包括针对世界百强的大学 毕业生的高端人才通行证 主要目标是过去一年年薪 超过250万 达到250万的人 或者毕业全球八强大学 并在过去五年累积 至少三年工作经验的人士 就可以申请高端人才通行证 可以给两年的通行证来香港发展 那么我可以过去一年 在外国找到250万的 或者在中国找到250万港元的 我来香港托什么 拿你这张通行证 来到尾 你说得出就说 那你那张通行证是什么好处呢 是吧 或者给了通行证 你两年之后 是不是可以拿到香港身份证 是吧 就给人移民先 那好了 他找到250万 那你高端人才通行证 给了他之后 那他是不是在香港 就可以打一份高端的工 找超过250万一年呢 如果不是他来香港托吗 你来香港经常看着你个李家超 在电视上 带着白色头巾 意和团 不像意和团 是吧 是不是好笑啊 高端人才通行证 好了 当你这个可以吸引 或者这个算是一个计划 是吧 有什么效果 是吧 那香港是有人才的 是不是 那从未要整个高端人才通行证呢 就是说香港人才外流 你没办法不面对这个现实 是吧 那有些评论 那些评论就是 其实支持的不多 我觉得 有些人不敢说 这个有线电视前台长 蓝宝刚就说 年薪250万 就是月薪21万 这个门栏比想象中高 这个高门栏和新加坡最近推行的 海外网络和专业签证比较 相关的月薪只是要求3万波尺 那就是16万8千港元 签证其五年 就明显就比香港两年优胜 这个说法呢 就是将新加坡和香港比 那就是说你这个高端通行证 你又输给新加坡 你计算一下 就是吸引人才 就是别人一比 我去新加坡了 这就是捉蟲入屎乎 这些领导人是垃圾 这个已经是很清楚的 好了 这个英国学人 就是经济学人智库 Economist Intelligence 那个说法是什么呢 高端人才通行证 针对的 本来是已经 在就业和移民上 甚至自由度的人群 而除非这些人有意 创业 否则他们倾向 先找到工作 再转到香港发展 尤其 考虑到这里的生活成本颇高 那你李家超是不是垃圾 这些是常识 正如我刚才说 我有250万一年找到 我来你香港托什么 拿了通行证 对不对 你说不是 通行证 给了你两年之后 还送一条女儿给你 生活成本高 这个已经是肯定了 香港有三高 高的租金 生活费是最高 流戒是最高 另外这个 照慶旺站 那个香港区的 营运总监李正勋 就说挽留本地人才同样重要 这个我刚才也提到 你不可以写本续末 所以他说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我们最新的 薪酬趋势调查 看到45%受访者 表示将考虑 或者積極准备移民海外工作 其中有63% 是董事副总裁的首席行政 执行官 就是CEO 那就死定了 高端 高端 人才通行政 所以我说 李家超向外抢人才 不如在香港培养奴才 人才就抢不到 奴才 现在走的那些 静下来的那些 听你说的那些 就是奴才 或者有些还未听你说 那你想办法培养奴才 那培养奴才 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奴才 是吧 想做奴才的 是吧 那就给他多点钱 是吧 重赏之下必有奴才 你向外抢人才 就不如在香港培养奴才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就是 完全是常识 这个常识告诉我们 李家超 这个抢人才的计划 就代表他是一个白痴 是吧 刚才几个专业人士 那个很客观的评论 就已经很清楚看到了 我们一看就知道 哇 250万一年 然后做一张高端人才 通行证给他 那他会来吗 他不会来的 是吧 是吧 更何况 你看新加坡 十六万八千 是吧 一个月就可以了 那些叫海外网络专业签证 是吧 给香港优胜 那你又是输给人 是吧 见到这些呢 其实都是 真的觉得很悲 但是都要拿出来说 那现在就走就走的了 是吧 你没有办法不面对这个现实的 但是共产党 尤其是习近平 我不吃这一套 不吃这一套 就不吃这一套了 是吧 你不吃这一套 香港就完了 OK 很简单 是吧 节目时间到 拜拜 seem like 最后一堵 没得到 别人 毕与我 没有了 咦 那我 有点 订阅 不是 是 是